為了對抗日益嚴重的沙漠化 西非國家塞內加爾 開始推展種植圓形農田 這種農田經過精心的設計 不但可以保持水分耐乾旱 還可以滿足糧食的需求 確保食物安全 並維持民眾的生計 農民在空曠荒蕪的土地上 開啃出整齊的童心圓田地 從空中看去就像神秘的麥田圈 這是最近數個月 在塞內加爾新興種植的圓形農田 塞內加爾長期飽受沙漠化威脅 再加上疫情爆發 導致食物進口嚴重短缺 尤其是偏遠沙漠地區 因此該國的林地富裕機構 在七個月前 開始推展種植圓形農田 希望能夠幫助民眾 達成自給自足 有種種類的種類 就是有種類的種類 混合在一起 使用能夠強制生產 沒有生產生產 所以這是種類的這種的 變成的 作為使用的 圓形農田以層層環繞的方式 種植各種耐炎熱乾乾氣候的果樹 要用植物和蔬菜 而環狀的結構能讓植物根部潮內生長 保留住水分和細菌 进而改善堆肥的作用 原型农田也是非洲绿色长城计划的一部分 绿色长城是由非洲联盟主导 计划以东西向横跨非洲大陆 也就是从塞内加尔到吉布地 种植长达5000英里的绿硕 但经过了14年 该计划的进度就完成了4% 目前在塞内加尔 已开发出超过20个原型农田 而在原型农田建成三个月后 林地富裕机构 还会做长达两年的每月探访 以评估进度